第十二大马计划今天早上提承到国会上议院 为了达到目标 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执行蓝图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还设立了亲自领军的委员会 密切来监督大马计划的执行步伐 另外谈到消除贫穷的时候 首相回忆起自己橡胶农家庭的出身背景 感触良多 一度哽咽 感慨新冠肺炎疫情让国人断吹 第十二大马计划上个星期四 在国会下议院顺利闯关后 今早送交上议院选求通过 首相伊斯曼·沙比里提成计划时谈言 有人质疑这份五年大计所设定的目标 但是他坚信在公共机构、私人领域、学术界、公民组织 人民大议室和国人的合作下目标必能成真 为了让大马计划步步到位 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执行蓝图 由首相署经济策划组主导协调工作 这份蓝图将确保策略和举措 与政府部门及执行单位的关键绩效指标 步调一致 PPD ini akan disiapkan pada bulan November ini 伊斯曼·沙比里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 除了对第十二大马计划的宏图大计微微道来 也表现出与民分忧的一面 他甚至人民在情绪饱受新冠疫情之苦 跨州禁令解除后 人民终于盼到回乡与亲人尽享天伦之乐 他希望最能够治愈人民与家人 久别的心灵 此外当谈到消除贫穷 弥合收入差距时 出身清寒家庭的伊斯曼·沙比里 更是感同身受 语代耿烈的清土人民之苦 是很深深的事 我非常控制和健康的优惠 非常深深思议的 第十二大马计划除了放眼让我国在2025年升格为高收入国 也放眼在2050年成为碳中和国家 政府将推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路线图 以及国家适应蓝图 让气候变化减缓措施更加协调和全面 政府的绿化采购举措也会延伸到诸政府及地方当局 让国家的绿色采购在四年后达到25% 此外 伊斯曼沙比里预告 政府致力于兑现18岁投票政策 让年轻人的声音透过民主程序参与国家发展进程